哈囉,各位紅塵孤葉的朋友們,大家好 先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還有,謝謝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影音 那這一次呢,我們改裝的重點還是在討論健三機 因為呢,小劉自己中,我覺得手指都快抽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那,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改裝的重點呢,是把我們健三機改成電控的 那主要,外觀上的修改是增加了這個原部件 那,我們所有的管件呢,都把它串在一起囉 然後就回到我們的,回到我們的控制盒 回到我們的控制盒 好,那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位,我們新的軟體工程師 就是我們田玉米,達成招呼吧 他是負責我們軟體的部分 那小劉我本身是負責硬體的修改 那軟體的修改就交給我們田玉米 好,那我要示範給大家看喔 看一下,首先,料桶裝上 駿總,駿總要散散碎碎的喔 好,放進去之後,駿總蓋起來 好,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這次改的部分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電控快門 不對,電控板機說錯了 好,那,現在是按一下,他會打兩槍喔 好,我們來特寫 待會我打的時候特寫一下我手部的動作 現在只要摳一下,機器就會作動兩次喔 好,來看這邊 特寫Tag到了嗎? 好,按下喔 如果你的槍有被頂起來的話 就代表,特寫這個鏡頭 你的料 就是OK的 如果你要打到像這樣平平的 那你就一樣,按照我之前教你們的調整這邊 好,多打幾個給你們看喔 好 好 好,那我們打健三機有一個特點就是 說實在 我們的障礙就是不能這樣直打 好 那我們一定要乘45度角這樣打 乘45度角打 全部的動作都可以打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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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問題呢,就會發現說 如果你持槍的姿勢 稍微歪斜 或者是你的洞處於一個很奇怪的角度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打不滿 那打不滿的時候呢 就不要摳這邊喔 因為這邊是兩槍 就摳這邊 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紅鈕 看一下喔 就按這個紅鈕 按下去 放開來就是一槍 就可以補囉 就這樣子 找到 沒有滿得動 一槍 就這樣 OK 就這麼簡單喔 好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記得 傳來 或是打電話通知我喔 我會 在電話中 跟你們說 如何將機器擠來 我幫你修改 那如果想要詢問修改的價錢的話 也歡迎 播電話 或傳來跟我說 也記得 一樣支持我們的Youtube營 謝謝